在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首尔高峰会议期间 许多南韩民众在中国大使馆外示威游行 要求中国不要遣返脱离北韩的难民 中国大使馆门外有大约100名示威者 举起拳头和标语高喊带回我的朋友 抗议活动领袖常彼得牧师 呼吁胡锦涛承认脱离北韩者难民的身份 他表示中国现在与美国一样是G2国家 也是G20集团的领导国家 示威者表示被遣返的脱离者 只能面临被关进劳改营或被处决的命运 南韩国会2月时通过一项决议 敦促中国停止遣返脱离者 根据首尔统一部的数字显示 目前已有2万多名北韩人士 为摆脱北方的贫困和压迫而成功逃到南韩 新他人记者方鹏综合报道